今晚介绍一个饭后甜品给大家看看 计算法国品牌的马卡龙之后 我们密释到同一个品牌 4款甜点 刚才开出来有点意外 所以冷一点 不要紧 放下冷静点 回来可以急冻解冻即食和马卡龙的做法一样 4款有什么呢 有歌劇丸 朱古力和咖啡味 红桑梓撻 传统的法国泡芙 和柠檬撻 想吃哪一款 想吃哪一款 吃这一款 朱古力 我先吃 先试一下柠檬撻 哇 你吃不快吗 吃不快 嗯 这个柠檬的酸度 红桑梓撻 流水 是很够 最好是什么 多心的人 和 贪心的人 为什么呢 我就是想吃甜点 但是想吃很多款 那就对了 一盒 有4款 有12粒 而且 吃不完可以再吃回去 嗯 好吃 再吃吧 我一想起 很久没有吃过了 以前在一间 即是四围都有的咖啡店 吃的正方形的柠檬 很好吃 现在好像很久没有吃过了 好 传统泡芙 哇 李治 嗯 你不喜欢吗 有出汗的 好吃 好吃 嗯 这边是 柠檬味 这边是 柠檬味 这边是 朱果律味的 哇 又很夹的 红桑梓真的很好吃 你看 有三重口感 上面新鲜红桑 红桑梓 红桑 酱也是太 是 不是草莓吗 非常好吃 不是草莓吗 不是草莓吗 你看这个 歌剧院 有咖啡 有巧克力 我拍完影片再招呼你 你吃这个可能你一样 因为这个有咖啡 要不要试这个 要不要试这个 你吃这个 你吃这个 我吃这个 你吃吧 刚才拆到这个 好吃吗 很冷 除了冷 好 你吃不吃这个 这个你未必喜欢吃 因为可能有咖啡味 是吧 希望大家喜欢 我们介绍这个 法式小甜点 有四款味 柠檬撻 传统泡芙 童桑梓撻 和歌剧丸味 希望大家喜欢 有点 你吃这个 你吃这个